Wolf Media的观众们大家好 今天我看到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条消息说的是 OPPO公司 大家知道OPPO是中国大陆的一家 属于也是非常有规模的 就是手机卖的好的一家手机厂商 就是OPPO它有一套自己的操作系统 然后有一套自己的一套独到的手机设计经验 然后因为其价格也比较亲民 其实是在女性消费者当中是比较 就是卖的比较好 但是OPPO公司有一名员工 因为这个妄议我们的华为的鸿蒙系统 妄议中央这个不叫妄议就是妄议华为 这个对华为鸿蒙系统发表不当言论 最后结果呢 在发表言论三天之后被OPPO公司开除 这件事情 可以说是天朝的一大特色 就是从来就你说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作为一家公司员工 你发表一下对于竞争对手品牌的这些评论 结果你被自己的公司给开除了 这就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这就不禁要问啊 你所在的公司跟竞争对手公司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它背后是有一种怎样的能量呢 而且我们回到他评论的本身 他这个评论其实是写的非常客观中立 他是讲到鸿蒙他用各种方法 就是把那些关键词都用谐音啊 用别的来代谢 他说某蒙他说本质上就是基于AOSP开发的 在AOSP基础上新增阿维阿维就是华为 阿维自己开发的一些特性 而阿维的一些能力依旧是遵循了安卓的机制设计 开源给其他厂商用那么其他厂商会用吗 明显不会 因为基础版的AOS版本太低 适配与维护成本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适配了很多服务掌握在阿维手里 没有厂商会傻到把自己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 小的智能硬件厂商可以试试 这个话其实说的完全没有错 那么我为大家解释一下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华为这个鸿蒙系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 好像要进行强制适配 就是说他这个系统华为一搞出来 他要强迫你们其他所有厂商的开发这个手机操作系统的程序 要做到能够跟他的这个系统进行兼容 这个本身就是这种行为 且不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做 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这样一个行为 这个就好比说什么呢 就是好比说你的一个汽车厂商 假设你是一个汽车厂商的话 就是你生产出来的车 就是你生产出来的车当中采用的这样一套 发动机我们讲这个发动机 就是说你产生出来的发动机 他所有的零配件 现在要求什么呢 就是说其他汽车厂家生产的发动机 他必须要跟你这个零配件相互匹配 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在当今就是在一个正常的 就是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当中 是匪夷所思 唯一可以解释的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号召力 他就是依靠背后与政府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所以说也正因为如此 华为这家厂商就是完全不可以一个正常的一家商业公司的面目去看待他 他绝对是 就是从这件事当中 我们最就是最最直接的一个结论 就是华为他确实是与这个中共政府有非常非常硬的关系 他能够将他的手伸到国内的其他厂家 他能够对其他厂家的 甚至能对其他厂家的人事任用 进行如此深刻的影响 那么这位可怜的程序员 在发表了这个上述言论之后 也不知道是被哪位好事之徒 这个所捅捅捅上去了 就是这篇帖子火了 最后呢他连忙在这个微博微微信上赶紧澄清 他说我所有的言论代表我自己 他特别提到不涉及我就职的公司 那么我们就此可以基本可以推论 就是这个OPPO公司的高层 因为他的这条言论受到了非常多的压力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哪里 是谁给OPPO公司这样的压力 这个压力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说他针对他这条评论 你给OPPO公司施压你的理由是什么 最后呢 这位可怜的程序员在5月28号 18点15分他发表了最后一篇评论 他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但我觉得我不称职 无法面对同事 今天我正式结束我在OPPO的工作 那么从这个字里航行间的感觉 他就是所谓的引咎辞职 那么大家知道 对一个程序员来说 他能够进入像OPPO公司的这样软件开发部门 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内卷化的社会 这样一份工作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是因为公司内部对他的强烈的施压 他是不可能放弃这样的工作 所以说与其说是引咎辞职 其实不如说就是被OPPO公司给开除了 那么就是OPPO公司 这家公司可见是多么的怂 换句话说呢 在华为面前 OPPO公司是如此的怂 那我们进一步可以推论 那么是不是说OPPO公司的系统必须强制适配华为呢 那这大家有基本的安卓系统的知识经验就可以知道 任何两个系统如果说进行匹配的话 那么背后必然可以进行大量的数据共享 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华为鸿蒙系统的强制适配 其实是撒下了这样一张大网 就是说以后你可能你就算不买华为 你买的OPPO像Vivo这样的手机厂商 我不知道小米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买这样的手机厂商的产品 你有可能你的个人信息还是最终还是要落到华为手里 因为所有的这些软件底层的适配就造成了内部信息的互通 所以说在中国你买国产手机你还安全吗 最近频频传出很多这个华为手机的用户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学生他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的手机变得非常滚滚烫 说时时那时快他把他的手机 华为手机赶紧扔到了教室地面上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的手机冒起了一股清烟 爆发出了火光 这个都是由视频为证 这个就是一个华为手机 那么试问像这样的情况 后来是怎么处理呢 后来当然也是不了了之 因为华为必须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测 才能确定是不是华为手机的质量问题 因为华为手机基本是不可能有质量问题 像OPPO这样一个大厂 这样一家上市公司 自己员工发表了 这样一篇无关痛痒的 真实的就说了几句真话 OPPO公司就要怂到 要把自己的员工给开除 那么可见如果是你是一个普通消费者 你在华为这样一个公司面前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像OPPO公司都要怂到像这样 那么你又怎么能保证你买的 贪便宜买的华为手机 一旦出了问题之后 谁来保障你的售后呢 那华为的售后问题 实在是太太多太多了 网上一搜 不胜枚局 那么大家也能够做到的 也只是敢弄而不敢言 所以 今后啊就是真正的 就是 对于手机这一块 真正是懂的人 一般是 不会购买像华为这样的手机 即使 它价格再便宜 它的性能再好 再加上现在 就是美国对华为的芯片 进行了断供 华为现在是 完全是处在一个 吃老本的状态 它完全是在消耗 它之前芯片的库存 而芯片的进步 迭代更新 完全已是依照摩尔定律 在进行 那么华为这样的芯片 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处于一种落后的程度 那么在这种时候 那么可以想象 华为公司它的出路在哪里 它的出路就是在于 鸿蒙系统的强制匹配 和强制安装 这个就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就是说它生产 生产不了芯片 它生产不了性能极致的手机 怎么办呢 它就搞出这么一套系统 要求你们其他的厂商 强制跟它适配 那么你们的数据 也就掌握在它的手里 而在大数据的时代 得了数据 那么就是得了天下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 我们来进行了这样一番分享 像这样的事情 也只有在天朝这样一块 神奇的土地之上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